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我来跟各位介绍 如何在一直化的系统 就是不同的系统 去把Comp UI串起来 然后解决所有的bug 那Comp UI可以顺利的出图 然后再加上LINE 然后再加上这个你可以把你的档案 下载到你要的本地端 这样 那前面的远达WeberHook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AI Agent AI Agent就是接到WeberHook 进来的讯息之后呢 我们系统的这个提示词呢 跟他说你就是一个专门的 AI图片提示词助手 然后专门输出这个提示词的 那提示词它生产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写一个Code Function 去帮他把质源清理一下 然后就是拿这个Clean之后的content 去当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就要丢到这个 Comp UI的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N8N是没有的 我们要额外安装 要怎么安装呢 就是在这个 你的N8N 你如果是装在本地 注意哦 只有自己本地 或者是你已经搭建在云端平台的朋友呢 你才有这个权限 在左下角 删减到这里有Setting 然后在社区节点这里 然后这边有Install 然后你就可以按浏览器 放置浏览 你就可以去看哦 这里有各个开发者做的各种节点 然后呢 你只要打Comp UI搜寻 就有Comp UI相关的节点了 那我们就是用第三个 这一个 那你只要把名字 按右键复制 贴过来 打Comp UI搜寻 就安装成功了 安装就是这么容易 那安装成功之后呢 要注意哦 这个Cretention呢 由于我们是一直化的系统 什么叫做一直化的系统 你如果是用Node.js 也就是这个NPX安装方法 装在Windows 然后你的Comp UI呢 也是在Windows系统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Comp UI的 这个IP位置的节点呢 直接把它丢进来 直接把它丢进来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由于我们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第18堂课的时候 也教过大家 在WuFont2 然后用Dock加Ngrok 去搭建这个Comp UI 去搭建这个NPAR 取得这个开放式 然后用比较安全的 这个外部呼叫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呢 当你直接填入这串文字 有一次一直化的系统 它是抓不到你本机的这个东西的 有没有 它是抓不到的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就是要在WuFont2 这个是我N8N的WuFont2 我输入这个IPA 去取得它这个WSL的IP 那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串 那实际上你不知道要用哪一串 没有关系 你可以拿去问这个ChartGPT ChartGPT 你可以拿去问这个ChartGPT 然后ChartGPT就会帮你看 你的WSL有这些 所以呢 你网址要改这样 好 那我们就是改这样 我们要找这个 WSL桥接器的这一个 所以呢 我们就是改这一串 这样就成功了 有没有 好 那成功之后呢 API Key 我们不管它 那接下来就是Workflow 所谓Workflow就是 你目前你要刨哪一个工作流 你想要它执行这一个 Flash文身图的工作流 那我们就要按工作流 导出API 确认 儲存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Workflow复制贴过来 我们现在呢 提示本打开 我现在把它全选 复制 贴上 好我现在贴上来呢 我们现在还不能用它 因为它现在提示纸呢 是这里面这里穿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呢 我们先一步一步操作 我们先来 按下 ITSON 改一下 一下 好我现在跟他说呢 给我Menu DJ 好 那我们来 看这个AIA券呢 会出来什么 没有问题哦 也有出来提示纸 那我们再清理一下这个提示尺清理完之后呢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按这个小方框这里 这个Workflow Jackson这里有一个小方框 我们把它点开展开 展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拉下来这里有刚刚的提示尺 工作楼里面的提示尺 那我们主要是要用Clean这一段 那我们就把Clean这段拉过来 那我们再把这个呢都填到这一串里面 都把它填进去 好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看看 好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已经有在跑了 没有错很快就有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呢可以把它下载到这个本地端 那下载之前呢我们先 帮它做这个随机的档名命名 因为我们不知这个没有办法拉 这个没有办法拉档名 那我们进行这个随机档名的命名之后呢 会怎样呢 会有一个可以拉档名的动作 喔 FireName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Schema的FireName 拉过来 有没有这样就下载下来了 就在这里下载下来了 这样 那你也可以传到LINE 那传到LINE呢 那传到LINE呢 我在第16堂课有讲过 LINE在播送图片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有讲过这个imageBB 这个imageBB呢就是这个 就是它可以暂存你的图片 那我把它设定就是暂存600秒 就是10分钟 10分钟后就啃掉这张图片 那也够了 反正它就是发送到你的LINE这里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OK LINE也接收到图片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不知道imageBB跟LINE 如何发送图片了呢 请去看这个第16集 这个我之前都有教过各位 因为我不敢每支影片所有功能 都全部重讲一次 这样 我每一支影片的相关功能呢 都会写在这个下面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看看这样 这个就是呢 用 这个就是用本地呢 去串接 Compify 然后再去串接LINE的做法 那所有的bug问题呢 我都会带各位解决一次 就是这样解决 对了还有 各位在开启这个Compify 的时候 记得在指令后面 必须加这个 Listen.000 跟这个Crosshead 它意思呢 就是允许这个全网域的共享 那这样你才可以在这个 你才可以在这个Ubuntu呢 去读到这个Compify 把它串起来 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当你有这个工作流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实做 所谓的就是直接的文身影片 或者是数字人 那也可以再结合社群媒体 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这都是比较进阶的用法 这我们后续再讲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